一早開工做生意 但一輩子的心血恐怕化為烏有 因為無姓老闆夫婦 民國七十五年 向王姓地主乘租土地 一場為家將近四十年 沒想到現在卻被國產署通知 非法侵占 國有地 到底是租地還是租房契約 雙方見解不同 士林地院審理後認定 職工廠敗訴 因此需要遷讓房屋 更發現國產署已經把這塊土地 合法承租給王姓地主 實際重回位在涉子島的職工廠 一百坪的土地 共涉及到四個地號 國產署事後確認定 情者十五坪是河川水利地 因此提出拆屋還地訴訟 最終判王姓地主侵占土地 需賠償二十六元 對此國產署表示 可能因為承租人過去 已經繳過費用 相提之下才會是這個金額 否則每個月的賠償金 是一千五百零九元 八十二年七月二十一號 這個時間點以前 就有實際使用 而且繼續到現在的案件 我們就是可以依照相關的規定去審判 然後去查說 到底這塊土地 有沒有一些環境敏感的問題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就是河畔出租 鼓勵人民 我大家都可以來卸賬國土 我先收取租金 然後反正我被抓到了 就罰少少的錢 有什麼關係 不埋亡是家族非法佔地做五本生意 大賺不易之財 投訴人時代痛不下這口氣 將向監察院提出陳情 還給自己一個公道 三類新聞抽揚新疑 台北暢報道